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次這段影片是講王菲的《魚縣》 因為這首歌我考量了很久 才可以分析它的歌詞 因為歌曲有幾個解別 一個是分享給大眾玩樂 譬如一些抒情的歌 一些感情的歌 一些喜樂的歌 那些是分享給大眾的 歌曲是有地區性的 譬如說城市環境的東西 譬如延明熙之前那首《情侶奴》 就是屬於這些歌 再上一級有些歌曲是講一個國家 譬如這首歌是講中國 因為它是配合央視《我和我的宿府門》 諸如此類 其實它是描繪當時如何興建中國 到現在開始富裕的情況 也是表揚這群人 所以那首詞也是要找到之前作一個國家的歌的那位先生 我不點名 因為其實講歌詞在版權上都有些爭議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觀眾角度的見解 這位先生之前都是作一首國家曲 整個中國都播 這件事在香港比較敏感 因為在香港很多人都很有政治形態 我沒有這些政治形態 我用一個觀眾的歌曲 好不好聽的去講 如果你聽得不合適的請二玉佈 好了 這首歌是 我相信現在暫時來說是王妃可以唱到那種韻味 因為這首歌屬於國家級的東西 譬如你在美國、歐美、歐洲其他地方 其實每個國家都會有他這類型的歌 是差在你喜不喜歡聽 這類型的歌 以這首如願來說 我覺得中國已經醒覺了 因為之前那首很重 描繪整個國家的味道 這首比較用文謠的形式 表達出來比較溫文艷雅和舒晴 已經醒覺了 不再是那種很官腔的 硬斑斑說話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這首歌 他找王妃唱也是非常合適 因為王妃的聲音比較亂 和王妃的技巧是很高的 唱歌的技巧很多音樂老師都講過 現在分析歌詞 因為這首歌詞有幾個深層次 我現在開解一下 首先第一行 第一行是《你是遙遙的路》 即是說我和我宿府門的主角 即是那些奮鬥的人 甚至乎它可以標榜成一個國家 所以這首詞有兩個代表性 所以比較深意義 《你是遙遙的路》 如果是站在劇中的東西 即是說他們這群人 很艱辛地走很遠的路 因為遙遙的路 其實為何用遙遙的路 即是很長的意思 你知道一個正常人走很長的路 你說辛苦不辛苦 即是他走了一個很艱辛的路 如果是一個國家也是 即是它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因為你要興建一個國家是很難的 然後山野大霧裡的燈 這個又是一個比喻池 山野大霧 大家如果去過松林都知道 如果它起霧的時候 你真是看不到東西 即是身手不見五子 即是有時刻起上來 在漆黑裏面 有一個燈光去指引你 那你說是否很棒 它這裏也有幾個意義 即是如果是一套劇裏面 即是他們奮鬥的結果 就像一盞明燈那樣 帶領了一個後人出現 即是現在的後生出現 如果是國家的話 就是整個國家原本沒有方向 現在在國家興盛的時候 它就像一盞燈那樣 去引領全部的國民 然後 然後 我是孩童 走在你的眼眸 整個歌詞很多都是用一些比喻 我是孩童 即是說 其實他是一個初心者 一個後輩 然後走在你的眼眸 即是說 你都這麼注重我 即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你是明月清風 你是照我的望 明月清風也是 明月清風是一個詩句 其實明月清風是描繪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在這裏應該是這樣 然後你是招惑我的夢 即是招惑即是照顧 即是照顧我的夢想 即是人生 我與不見都一生與你相擁 這個又是一個很美的詞 即是說 如果站在劇裏面 這班人的艱苦地去興建國家 他形容中是一班人 即是那些人未必認識的 即是後一輩的人未必認識那班人 因為遍佈全中國很多地方 未必認識的 然後他用一個比喻 你這麼辛苦也照顧我的 即是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夢想 現在的理想 這句就是他形容 即是這班人不認識也好 認識也好 看不到也好 我也很尊敬你 所以這首詞是很厲害 所以我也要想到 即是投入了很久 聽了很久才慢慢感受到他的傲義 這是我自己的傲義 不是代表觀眾朋友傲義 我是純粹分享 然後 而我將愛你所愛的人間 即是說 其實前輩做的事 又或者 他這裏形容成國家所做的事 所建設的事 我是會維護著它 我是會流傳下去和承繼著它 所以這些就是高手之中的高手的詞 原理所願的少顏 即是說 以前那些奮鬥的人 其實他很苦 他苦完之後 現在應該可以享福了 即是說現在代表了 即是中國的環境 終於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樣艱苦 終於奮鬥了的人 終於都可以享福了 即是現在的 即是開始奮鬥的人 都開始享福了 當然 有些人是唱反調的 這些就沒有辦法了 接著 你的手我攀山的軒 即是說 一個後輩 他剛剛出來社會的時候 你知道他什麼都不懂 亦都沒有什麼人 那麼多人制基礎 和經濟基礎的時候 就要去拖著這些艱苦的人 成立了的環境 它就是比喻 即是那隻手就是一個環境 如果你說在片裏表達 當然是有這一幕 即是現實的 即是拖手那幕的出現 但是一手這麼厲害的詞 就應該還有一個 比較抽象一點的解釋 我剛才那個就是 抽象一點 即是比較大型化的抽象 還要是解釋了出來 就是一個沒有初出茅路的人 或者一些後輩 他就去承繼 即是去隨著前輩建立的興盛 一路奮發向上 攀山的人 即是點斗 即是像一個小孩走那些泥石路 會不會點下點下很難走 他便要捉住大人的手 這個意義就是這樣 好 請帶我去明天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一件事 即是一個以後的環境 生活 或者以後的奮鬥 之類就是請你帶我過去 或者指引過去 接著如果說你曾苦過我的甜 這個詞真的很深 因為曾苦過我的甜 其實是一個反向的解釋 怎樣你的苦 會多過我的甜 即是說 他的意思 即是說 你以前所受的苦 多過我現在享受的東西 那你說是否一個很重要 即是他在歌頌 即是以前的人 那種苦難 那種苦難是無法形容的意思 即是如果你說 用文雅的解釋就是這樣 接著 我願活成你的願 即是說 前輩未做到的事 我會盡全力去 去 我會盡全力去完成他 即是 其實就是一種 成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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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意思 願不枉 願勇枉 其實就是 即是不會辜負你 我會勇敢去 去面對 以後的事 接著 成世的每一天 即是說 我會好好珍惜 現在那種繁城 我會繼續成計你們 即是那些奮鬥的人的志願 就會一直成計下去 這樣 好 接著 你唱成歌 即是說 其實這個仰望者 仰望 即是一個崇拜者 即是一個尊敬 一個很尊敬 前輩 那些人 這樣的解釋 原把你唱成歌 就是 即是說 其實他的隱喻 就是 我沒有什麼可以向你致謝 向你道謝 我就用歌曲去表揚你們 去歌頌你們 然後 你是我之所來 也是我心中所歸 即是說 其實 他這句話 就是代表了 沒有你們 以前的奮鬥 沒有我們現在的現狀 亦都沒有將來 這也是一個歌頌的意思 接著 世間所有路都將與你相逢 即是說 你們所做的事 我會盡力去成全 就算適與不適之好 這個是字面上的解釋 就算適與不適之好 我們去到哪裏都會見到 這些奮鬥過的人 的確是 如果是站在字面上解釋 的確是 在一個中國裏 你去到一些村鎮也好 去到一些城市也好 你看一下上一代 譬如由二戰開始下來的中國 你看一下 上一代的確已經捱過了 其實他們都已經奏魂滿布 那樣東西 其實這一句 就是比較有希望的解釋 我的見解就是 他見到很多奮鬥的人 亦都很尊敬他 亦都是相逢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即是相逢 即是說 大家相逢的時候 現在在西方 即是說 他們會很好地去一個 很友善地的待遇 一個很友誼的待遇 原我一章 愛你的所愛人間 即是說 其實那些奮鬥的人 其實他們很想 他們現實的環境 是好起例 因為以前中國的確很艱苦 現在的確好起例 這就是代表那些奮鬥的人 就是想這個生活環境好起例 接著 願你所願的少顏 即是以前那些捱苦的人 的確是 你知道捱苦又怎會有笑容 現在終於苦盡今來 這個意思 接著這一段 你的手 我攀參在軒 整段這個位 整段 都是重複我剛才所說的 當然 一首詞一首曲 這首曲為何這麼高 就是因為它用的副詞 即是重複的次數 都是很少 它都是用五句 所以這首詞也是很強 它這句之後 就去到一個高詞位 因為它的編曲 就是層層疊 最初就是很溫文艷雅 接著都是一路堆積上去 去到一個高潮位 都是很正常的編曲 接著到下一段 這個 山河無漲 煙火沉上 山河無漲 其實就是說 這個山河 如果你按照字面解釋 就是環境是沒有問題 很好 但其實它還有一個隱喻 山河無漲 其實是解釋 就是 時間 就是 永恆 這樣解釋 因為 一講到山河 這麼大的東西 你想想 這麼大地方的東西 就多多少少 牽涉到時間 這可能是它的隱喻 就是時間無限 煙火沉上 就是代表了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說不定 就是沉上 它這個 沉上這個字 都用得很好 因為煙火 其實是代表了很多東西 有些地方 有些國家 就會把煙火 代表成一個戰亂 但是有些國家 就將戰火 才是為之戰亂 煙火 有些國家 代表了一些 摧綻 月木 繁盛 這個意思 因為煙火 有些字面解釋 就是 放煙花 都可以叫做煙火 因為以前 在雅雲雀字的年代 那些煙花 沒有我們現代 那些煙花 這麼大型 都是射幾法 或者是 百零二百法 就 在夜空裏面 那些都叫煙火 代表了 寬樂 繁盛 意思 尋常 即是常在 它有另一個解釋 也可以解釋成常在 其實這八個字 應該 在這首歌裏面 代表了 永恆的時間裏面 就是煙性的常在 所以 這些是很學習的詞 有讀書才寫得到 然後 可是 你如願的跳望 可是 就不是 不可是 或者是 不是 或者是不可 可是 其實它是分開的 這個字 可 即是可以 是 即是 是 這樣解釋 你 即是代表 那些宿府民 或者國家 如願的跳望 即是說 你所希望的東西 或者是現在 即是你最強跳望的東西 或者是 現在你最繁盛的東西 所以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 即是 這個跳望 是代表一個得道的意思 是的 所以 一首詞 也是有幾個解釋 真是 挺好的 這些 接著是 孩子們 安睡夢鄉 你一個繁盛的地方 你想想 他以前奮苦的時候 那些孩子又怎麼可能 那些小孩又怎麼可能 安睡夢鄉呢 他這個孩子也有一個解釋 因為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 去回這邊 即是 我是孩童 我是一個初出茅路的人 跟著一個養望者 跟著 到孩子們 其實就是 全部都呼應著 那 一個以前 癌苦的時候 你都知道 是不會有人有安樂茶飯吃 更不要說 有個安樂窩 可以睡得好好的 安樂窩 所以 這個 代表了 各個國家繁盛了 或者是 很感謝以前 捱過苦的拓方者 那些 真是很辛苦的前輩 他捱出來的一個環境 就給到現在的一個 比較太平盛勢的情況 然後 像你心我的那樣 即是 像你心我的那樣 其實 他應該是 形容一個國家 其實整個國家的理念 或者是以前奮鬥下來的人的理念 就是很想 他們的後一代 安樂 和繁盛 這個 其實 他這一句 是很深的 因為他反映著一件事 因為他不想 很老套地去說一件事 就是 這個就是 龍的傳人的理念 不是這樣 而是用這一句 其實已經是代表了 龍的傳人的精神 就是在這裏 亦都是黃種人的精神 就是在這裏 大家都很想 後代繁盛 這一種 就是 一種 民族精神 在這裏 跟著 而 這裏 跟著 而我將夢 你所夢的團圓 即是說 我 其實都是呼應 之前的事 就是說 你們做出來的事 我會 如果未達成的夢 應該這樣說 如果前輩們 未做到達成的夢 我會盡力去完成它 意思是這樣 願你所願的永遠 走你所走的路 即是也是 就是 跟著你的步伐去走 跟著 這樣愛你 其實都是跟剛才一樣 就是 歌頌的宿府們 即是 那些前輩們 歌頌他們 亦都是很尊敬他們 為了地區 為了國家 為了民族 去做了那麼多 那麼辛苦的事 都是這樣 我也將 見你未見的世界 寫你未寫的詩篇 即是 其實就是 都是 你們未完成的事 我這一輩 或者我的後輩 或者在後輩之類 就會繼續完成它 天邊的月 心中的念 你永遠在我的身邊 天邊的月 其實月這東西 其實在我們民族裏面 才能感受到 因為我們民族裏面 有些傳說 例如常俄賓月 當然有些人是搞笑的 常俄賓月 原來在月球上 有異形追著過常俄 所以叫做常俄賓月 這些是搞笑的事 但嚴肅上的事 就是由這些神話裏面出現 因為中國人對月這東西 是很深感情的 尤其是有這些民間傳說出現之後 更加是有詩意 所以對月這東西 就覺得月這東西 是很清高的東西 即是它不會說 以前古代是未去到 對火星對木星 所以這個是在 詩詞歌父裏面的 柔和的穩調 然後心中的念 即是一個很崇高的理想 即是加上前面那句 天篇的月 和心中的念 即是代表很崇高的理想 你永遠在我身邊 即是說 你那個理念 這個理應該是解做前輩的理念 即是整個國家的理念 即是在我心裡已經住在這裏 接著 與你相約一生清澈 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可以當作是誓言 與你相約其實是一個承諾 一個承諾是什麼呢 就是我會達成你的願望 加上一生清澈 一生清澈 清澈這個字 其實是用來形容一些很高品格 很高尚的東西 即是譬如詩詞歌父裏面 有清泉流水 就是代表那個人 是一個比較崇高理念 比較清廉的人 卒席等等 總之全部的好東西就在這裏 所以他用一生清澈 就是說 我現在和你許下了一生的承諾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一些很高尚的品格 並不是學壞那些 即是很高尚品格 而是興建那類 接著 與你年清的念 他這個就是附和了 就是附和那些奮鬥過的前輩 你知道每個人奮鬥的時候 都很年輕 他現在就變老了 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你想想他年輕那種熱血 是怎樣去奮鬥成一個國家 現在的國家體系出現 一定是很辛苦的 所以這個 他最後這一句 是說 我現在的熱血和你年輕的熱血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句是一個誓言 好 他這首詞 我在此分析到這裏 我下一首 就會講講 賢明熙那首歌 因為我真是 都是當賢明熙是一個女兒 因為他剛出道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我很欣賞這個小女兒 她的熱血是深深感動到我的 好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解釋的詞 好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拜拜